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类的定义与使用 首先说 咱们为什么要学TS 为什么咱们不再用GS了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说 TS它支持类 支持类的定义以及使用 当今这个社会 咱们编程 哪有说咱们就面向过程的编程 对不对 都是面向对象的编程 那么TS就完美的支持了 面向对象的编程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TS中类的定义 第二 类的使用都该怎么做 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马上就学习一下 首先咱们看一下类的定义 类的定义 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模板的 我已经给您总结出来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类定义的标准模板 咱们一个个要看 首先class class是什么意思 类嘛 对吧 说明我要定义一个类 空格 后面跟上类的名称 这个地方也可以叫class name 这无所谓 类名称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大括号 在大括号的里面 就是类的内容定义的部分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上面 这是什么 是类属性定义的部分 什么叫类属性 其实就是类模板级别的变量 对吧 咱们可以把变量定义在咱们以前的过程当中 函数当中 同样变量 咱们也可以定义在类当中 OK 这个地方的定义方法 跟咱们以前完全的一样 变量名 或者说叫做类属性名 其实一回事 然后冒号 后面再跟上一个整形 数值型 类型 都可以 变量类型 这个可以定义多个 没有问题 这个咱们叫做类模板级 好吧 类模板级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它的存取范围 好 接下来 这个学习过其他语言朋友都知道 构造函数 什么意思 就是说咱们定义完类了 咱们要使用它 那么咱们在使用它之前 要怎么做 要实力化 也就是说 在内存中 为这个类分辟一段内存空间的时候 会用到构造函数 这函数 其实和咱们普通函数 也是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不同的是 大家请看 构造函数这个地方 要写上固定的 Constructor 来代表 这是一个构造函数 也就是说 咱们在new这个类之后 所用到的函数 这里面的参数 跟咱们平时 方法定义的参数 也是完全的一样 跟上一个参数 名 后面是一个参数类型 然后这个地方 也可以定义多个 都是没有问题 同时定义数组 类都是没有问题 好 定义完构造参数之后 接下来 咱们以前定义过很多的方法 或者定义过很多的函数 Function 对吧 对 在类中 同样可以定义多种方法 或说是Function 不过在类当中 咱们就不叫做Function 不叫做函数了 叫做类方法 所以说 这个地方叫做Messor的1 然后呢 后面定义方法 和咱普通定义函数 也是完全的一样 接下来 也是一个冒号返回值 这个就是咱们定义 普通的Function 对吧 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这地方 咱们叫做类方法 当然了 咱们定义类方法呢 也可以定义多个 比如说 咱们看这个地方 我定义Messor的2 3 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 好 这就是大概类定义模板的内容 其实并不是很难嘛 对不对 咱们可以把它 简单的分成三部分 第一 类属性部分 第二 构造器部分 第三 类方法部分 作为初学者朋友来说 您只要记住这三个部分 就足够用了 好 类的定义模板给您讲完了 接下来怎么使用 马上看例子 这个地方 我给您写了一个 非常简单明了的例子 咱们看一下 首先class 咱们就定义一个类 什么类 person 定义一个人类 定义人类这么一个类 然后一个大括号 里面是内容 首先定义它两个类属性 人嘛 对吧 有什么属性 第一 我可能有名字 第二 可能有性别 没有问题吧 这性别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我定义的是number 是什么 是01 对吧 咱还可以定义成 比如负一 负一代表性别位置 都可以 对吧 OK 咱们定义完两个类属性之后 接下来干什么 做一个类构造器 就说 咱们在new这个person的时候 要传哪些参数 来初始化这个类 大家请看 我的构造器 有两个参数 第一 name 第二 sex 没有问题吧 其实我这两个内容 就是要初始化 这两个模板级的属性 然后在这个构造器里面 大家请看 我初始化了 这两个属性 怎么初始化了 咱们一行一行看 首先大家看 我的类的模板的属性 叫name 对吧 让我构造器的参数 也叫name 这是不是就乱了 这是不是就不好理解了 对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写name 它指的是哪个name呢 对吧 好 咱们看一下 我这写上一个 大家去看 this.name 这个this是干什么的 这个this指的是 类本身作用域范围 如果在这个地方 咱们加上了this.name 那么这个变量指的 就不是参数传进来的 这个name 而是模板级的name 如果再往后看 等号右边 这个name 我没有付上this 对不对 没有付上this 默认的作用域 只是本函数 或者说本区域 或者说最近一套 大括号的区域 可以吧 那这个地方 我没有传this 所以说 它取到了 是个参数接口 传进来的name 那么这行代码的 意义就是说 咱们做一个构造 构造器 定义构造器的时候 用户会传进来一个名称 咱们把用户传进来的名称 付给模板级 这个name变量 比如说 这传进来一个coma 那么这就是coma 对吧 这样这个coma 付给咱模板级的 这个变量name 这个变量name里面的 这个值 也就是coma了 没有问题 同时看下面 sex 对吧 性别 别多想 性别 对吧 同样 我传进来性别 我给付给模板级的变量 性别 也是没有问题 OK 这就是构造器的定义 接下来 咱们定义完属性了 定义完构造器了 咱们还可以定义一个方法函数吗 对不对 怎么定义 很简单 看这个地方 say hello 我定义了一个say hello的函数 或者说是类方法 里面就这么一行语句 什么 向控制函输出一行log 日志 这log里面 大家请看 我引用到了模板级的name 就这个地方 刚才我构造器的时候 我传进来这个名称 然后在这地方 我输出到控制台上去 比如这传coma 那我这就叫coma你好 对吧 这传小马 那这就小马你好 这传这个张三 这就张三你好 没问题吧 OK 那咱们就试一下 这个类该怎么用 咱们定义完类了 对不对 属性构造器方法 接下来怎么用 大家请看 light light是咱们这个type script里面 推荐您使用的定义类的 定义变量的方法 所以说我这地方 也是推荐给您 light 然后是coma 然后这地方 咱们new一个 new一个类 什么类 person 没有问题吧 但是咱们new这person的时候 需要传两个参数 为什么 因为这个类的构造器 定义了两个参数接口 所以这地方 咱们必须要传两个参数 小马 没有问题 控 逗号 然后这地方是1 1代表什么 代表男 对吧 OK 然后咱们定义完这个类之后 接下来 咱们要演用到这个类的方法 say hello 进行输出 输出什么内容 就这个内容 演用到这个this name 然后说个你好 当然我没有演用到这个sax 好 就这么一段简单的代码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例子 test.ts 然后把咱们代码拷备过来 然后编译运行 这都是每天都要做的事 每节课咱们都要做的事 tsc 空格test.ts 一回车 虚拟机有点慢 但是最近好像还可以 然后 叫node 空格test.gs 一回车 大家注意看 小马你好 出来了吧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刚才都给你讲过了 对不对 构造 现在属性 有name 然后构造器 传name 这地方 咱们还可以演用name 那有朋友说了 我还想演用sax怎么办 没关系 咱们在这个模板里面 咱们再加个sax 比如说 这个地方 咱们直接敲 稍等 我这个虚拟机键盘 跟我本地键盘 这个布局不一样 咱们直接拷备过来 this.sax 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 vscode多好 还给他有提示 好 咱们再编译运行一下 看结果 编译 这样咱们往空材输出的内容 就增加了一个1 当然咱们可以跟这个1 来变换为男女显示 都是没有问题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 类的定义 一个使用方法 同时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 咱们定义了两个属性 咱们通过这个say hello的模板 this呢 引用到它 那么咱们能不能直接引用到它呢 就是这个地方 拷备过来 看一下 咱们类中有这两个属性 然后咱们又有什么 coma 一个类实例 那么咱们通过coma点 咱们既然可以点出方法 类方法 同样咱们也可以点出类属性 也就是说默认 咱们点出来的这些个方法属性 都是全局存取public 试一下 编译没有问题 然后node 没有问题吧 都能出来 这个地方出来 name 这个地方出来这是1 和跟这个地方相对应 对吧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了 关于类定义 以及类使用的具体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而且呢 咱们在调用类方法 以及类属性的时候呢 咱们会发现 都能够正确的显示 说明 咱们在这个地方 定义的属性 以及方法 是全局存取 那么能不能 咱们不定义成全局存取呢 咱们要封装一下 可不可以呢 这就是咱们下期课的内容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和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